今天的菜名叫做 腐乳荷包蛋意粉 意大利粉 葱丝 芫荽 荷包蛋 主角是腐乳 我喜欢买腐乳 加入糖 加入青豆 加入橙色甜椒 首先把意粉放入煮中 加入多一点水 加入少许盐 煮的时候有点味 加入少许油 让它不会黏在一堆 这个分量大概是一至两个人 看你大不大吃 不要煮至烂脱 我喜欢它al dente 少许有咬头 我只会盖上锅 这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 橙色椒 因为这个分量不算太多 只要颜色和少许 那我半只能够 如果不介意想多吃点蔬菜 也没所谓 切了这个芯料 让它有油的 不要太大 差不多长短 切完这个之后 放在盘子里 五半只 处理这个腐乳 很简单 把它压扁了 加少许糖 因为腐乳很咸 加少许糖 调味 还可以加少许水 可以开始炒汁 煮完汁 之后 那些意粉就可以一起 回来 这个意粉 煮到差不多我需要的 软硬度 放少许油 好 现在差不多了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放了 这些葱 爆一爆 然后呢 就爆了些 芫荽 现在呢 现在呢 我就开始炒它了 听到开始有少少腥气了 开始 现在这些青椒 青椒 都是生吃都可以的 好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再下 那个腐乳酱 我们开小一点了 已经够火了 再加上腐乳酱 我刚才炒的腐乳酱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拿个鹤笔少少少汤 因为我需要一些汁 因为那个是 让它那个意粉呢 不用干干干干干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有点水呢 那我们呢 就放了这个 这个 意粉下去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搅拌一搅拌 它搅拌均匀 它煮一会儿 吸光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呢 是有水有汤在里面 那我现在把它搅拌 那我现在把它搅拌 那好了 那煎完这个之后呢 我再煎一只荷包蛋 放起来 我们把那个酱汁呢 收干它一点 那我们最后呢 就下了些什么呢 少少的青豆 因为有少少的咸头 那青豆我已经解冰了 那所以呢 它是 炒两炒 那就是基本上 是可以吃的了 那你看到呢 它已经收起汁了 那现在呢 我先上了碟 那上了碟之后呢 那我们呢 就煎一只荷包蛋 少少的盐 就是在一个蛋黄里 少少少的胡椒粉 那它就会很香的 那它有些汁的嘛 你一刺穿它呢 那就会那些汁漏了 到那些意粉里呢 哇 超级好味 好了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将这个荷包蛋 就放在我们的意粉那里 那里 那然后呢 那现在呢 我刚才是流起了少少的芫荽 用来做装饰 好 好 好 我来说 好 好 起来 好